我犯了YouTuber最致命的錯誤 我剛剛做的料理全部都是慢動作 你知道我們一般吃的肉粽都是用兩片葉子包的嗎? 歡迎收看Sachiko's birthday 我是Sachiko 我要先自首一下 就是剛剛佩蘭還沒來是因為我只是先錄了一些 但是我錄的影片都沒有聲音 超崩潰的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個肉粽 那你是否曾經吃過自己的媽媽或者是奶奶包的肉粽 卻沒有親手包過肉粽呢?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不知道肉粽該怎麼包 也或許不知道肉粽這個美食在全世界的大小餐廳都會出現 那麼今天就來看我挑戰肉粽出體驗吧 YA 那我們要來開始包肉粽了 那其實肉粽呢每一家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像我們家就會加這個 對 紅蔥頭 這個外面應該就比較不會看到 紅蔥頭 對 那其實也有很多外國人都不知道 肉粽其實在家裡是會自己做的 很多人會以為只有在外面買才吃得到 說到肉粽就會想到這個蛋黃 但是這個蛋黃超酷的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 只有賣蛋黃的這種東西耶 然後我媽說是在家媽店買的 但是我根本不喜歡吃這個所以我一定要不要加 這是肉粽 不可少的就是這個花生 但因為我也不喜歡 所以我希望不要加它 不然我每次吃的時候就跳得很辛苦 還有這個 這是先滷好的 對 那滷之前呢 要先蒸 不是 要先煎一下 那煎完之後再用電鍋 蒸 加一些酒阿 蔥阿等等 對這樣會比較香 哇 因為呢 這個肉粽阿 台灣的習慣是一次會包很多個 然後還會送給鄰居阿 親戚 就是分享自己家的味道 對 所以就是用這麼大的在那邊攪 所以一次做的產量是蠻驚人的 阿阿阿阿阿你剛說你 你不要運氣啦 阿阿阿阿阿阿你等一下會放紅蔥 喔紅蔥頭下去了 我真的以為 就是我們平常在吃的那個肉粽的蛋黃是從生蛋去做的 結果我剛剛聽我媽才知道 原來都是放這種 就是肉粽專用的蛋黃耶 超酷的 而且這名字叫 鹽蛋黃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知道我們一般吃的肉粽都是用兩片葉子包的嗎 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耶 然後剛剛我媽也跟我講說 這個葉子啊居然有分正反面耶 它比較平的這個是正面喔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有凸起的 所以呢要把那個味道增進去就要用這個正面 怎麼用啊這樣子嗎 可以了 啊我好像會了 就是這樣捆起來 其實還蠻容易的 所以我媽糾正了 就是肉粽小姿勢 他剛剛說要用兩片葉子包對不對 有分正反面之外呢 還有分前後 對就是有注意到這邊啊 前面這邊頭比較圓對不對 比較圓 啊這邊尾巴比較尖對不對 所以兩個疊在一起的時候啊 要一個尖的配一個圓的 這樣子才比較不太會 兩邊太尖 就是包不起來 疊起來 然後就是轉一圈 就是很簡單的扭一下就好了 就好像在做那個冰淇淋片同樣這樣子 這個葉子也還蠻高剛 不簡單耶 就是買回來之後啊 大概最少要泡半小時 泡完之後再一片一片的 丁寧に洗って 洗ってから また 干擦 還要再亮感 哇 這是葉子也不是說買來就可以馬上用耶 大的 在下面 小的 然後那個 這麼感覺很難 我原本吃的時候 都不知道原來是大跟小的在這邊包耶 因為那個 好 然後就這樣 放一個 然後呢 要夾東西啊 要夾東西 原來是這樣包的耶 怎麼好像在 挖冰淇淋 而且剛剛前面的那個葉子要怎麼摺啊 天啊 我不知道原來 肉粽 這麼難 蝦仁 乾蝦仁 乾蝦仁 還有 香菇 好 那我先 做的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有 花生又有蛋黃 有我不喜歡吃的 的肉粽 把飯放上去 會 肉粽 怎麼變玉飯糰了 握著它 哦 哦 這樣軟件 有點太乾了 這個超好笑的 是衣架在掛 超好笑的 衣架 哦 轉幾圈啊 轉一圈 轉一圈 你說這個轉一兩圈就好 一兩圈就好 這個火結 打火結 對火結 這樣才一拉才拉得開 沒有拉死結 哦 哦 肉粽耶 哈哈 這樣配搭配 好 OK 好 這是娛樂好的電鍋 OK 哦 哦 放得進去 好 好 耶 完成 耶 哇 第一次做的 好 哇 超感動的 自己親手包的第一個肉粽 哦 哦 こんな感じ 哦 我們家的肉粽這樣子 你有發現到我們家的肉粽好像比較白對不對 一般有些肉粽好像是會先炒鍋 先把那個米炒鍋這樣子 自己做的果然很好吃 中華文化當中大家可以發現到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把很多東西都包在一起 像是小籠包 肉粽 肉圓 水餃 等等 這些美食流入到家庭之中會因為每個家庭而有不同的風貌跟風味 像是有些人喜歡在肉粽裡面加干貝 或者是加一些其他的調味料等等 那肉粽這樣子的東西充滿了包容力 年輕人可以嘗試包新的東西 然後傳送給自己的下一代 不然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不會包粽子那就太可惜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動手做做看 然後可以讓下一代也能夠吃到我們親手做的肉粽 是玉飯團吧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我們其他的影片 那訂閱的同時可以點旁邊的小鈴鐺 點它 我們每一個新的影片就會有通知喔 那我們還有Facebook跟Instagram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